在政府实施紧急社会活动限制期间 印尼铁路公司表示 从雅加达出发的市民 除了必须携带规定时间范围内的 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之外 还需要携带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卡 如因健康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市民 需要携带医生所出示的声明书 为了支持政府在远程交通方面 为抗经疫情做出的努力 印尼铁路公司提出新规定 要求5日至20日 从雅加达出发 需乘坐铁路交通的出行市民 出示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或24小时以内的抗原检测阴性结果 以及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卡 根据印尼铁路公关部负责人 伊娃称 截至6日 所有需乘坐铁路交通的乘客 均已出示相关病毒检测结果 以及至少接种完第一剂的疫苗接种卡 对于因健康原因 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员 则另需携带医生出示的声明书 另外18岁以下乘客 无需出示疫苗接种卡 5岁以下乘客无需出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在工程中的疫苗接种卡 在工程中的疫苗接种卡 与车站的新规定导致的分锁程序 他们也表示理解 6日当天 从巴斯尔森车站出发的乘客们 都严格遵守卫生防疫规定 正确佩戴口罩 并严格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巴斯尔森车站严格的人流管控 受到了许多出行市民的支持 希望在远程交通方面 进一步加强对人员流动的把控 能帮助控制病毒的传播途径 以减少病毒的感染范围 以上美都新闻记者 严真林 阿里加尔森曼 在雅加达中区所得的报道 判复上市民的支持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利亚